關鍵字 關鍵字 有些人 他會覺得說關鍵字 像例如說 你要怎麼樣去下關鍵字 有些人他是這樣子來去做的 例如說 他先到Google的 趨勢 Google趨勢搜尋 Google搜尋趨勢 他來去找 要去做影片 他可能就會去找一下 你看 這邊他是不是會告訴我們說 2016年熱搜榜這幾個人 然後最近的熱搜榜 最近的這些人 這些的話題是熱搜榜上的一個常勝軍 可以 串紅的關鍵字等等 OK 重點是 假設我今天 我要去介紹 介紹 例如說好了 中和區區公所 我們介紹 大安區區公所 好了 還有 仁愛區區公所 好了 我們來去看 這樣關鍵字 我們必須的一個小小小小小小 大安區公所 然後 內施公所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他去做一些影片 他会针对明知所欲 然后来去做一些相关的影片 举例来说好了 最近中秋节 明天中秋节 那可能大家关心的热门字会变成烤肉 或者是关心明天会不会下雨 看得到看不到月亮 对不对 类似这些 那了解这些趋势之后 我们再把它做成影片 所以相对的 我必须要在这边告诉各位 因为我们打这个关键字 打这个关键字 它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在这边 您可以大概看到说 这两个趋势好像差不多 这样看起来其实就是差不多 就是在热搜榜上的搜寻 是差不多的 好 所以您可以也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下那个关键字 举例来说 我现在讲一下就是说 刚刚是找两个趋势工作 例如说我们现在去看 我讲两个软体好了 因为这是我比较熟悉了解的 所以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打Power BI 这两套是大数据分析的常胜均 就是几乎都是用这两套的视觉化分析工具 有看到吗 红色是什么 红色是Table 然后呢 Power BI 在这里 它两个之间是不是差还蛮多的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了解这件事情 那我是不是应该努力去推Table 胜过于去推Power BI 因为当你了解这些时下大家的一个趋势 然后你再决定你的影片要拍什么 这样对你来说会比较有那个可能增加影片次数的可能性 所以我暂时先介绍到这边咯 这个Google Trend来去找自己应该做哪些影片 还有现在这些关键字呢 对于大家的一个影响程度趋势分析 就先介绍到这边 好请你们去看一下Google Trend